近日份的狗粮已到账 来自小猪罗志祥和女友朱阳青的 甜蜜情感人收下 是三日晚朱阳青帅叔和罗志祥同框 用舞蹈演绎男朋友跟女朋友拍照的故事 男人手牵手出现在镜头前 大秀恩爱 小猪更是当起女友的运用摄影师 变着花样的为他拍照 水利演绎了一把爵士好男友 这段小情侣不轻易发糖 但一发糖 甜蜜指数就爆表了 迅速冲到热搜榜第一 看到两个人都穿着休闲风格的服饰 非常的简单随意 仔细观察他们还戴着情侣余服帽 关系这么稳定又高调洒糖 可见好事将近了 坐等你们的喜糖哦 今天一大早 baby配图踩掉妮妮的话题 就登上了热搜榜首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今天杨幂生日 好友安卓了baby 晒出为杨幂过生日的照片 以及一张两人的大头合影 但有眼前网友发现 这张大头合影正是前不久 埃拉活动上baby、杨幂、妮妮三人的合影 而baby却把妮妮踩掉了 又网友表示 合照那么多 真的不必要用这种有争议的照片吧 之后又有粉丝惩情表示 这只是粉丝修的图 妮妮并不是他写的图 但又有吃瓜群众表示不服 别说明星了 就算普通人这种做法也很尴尬 如果你们几个人照相 影视生给你剪了 你会做何感想 不过大多数网友表示 人家愿意用哪张图就用哪张 干嘛这样过分解读一张图 而说起杨幂、baby、妮妮三人 曾在2013年1月 在南多娱乐周刊的四小花旦评选活动中 妮妮与安卓拉baby、杨幂及柳诗诗 被评为魅帝新四小花旦 想必他们私下的关系应该都是很好吧 不知道对财图上热搜这件事怎么看呢